講的專案是謙謙傾聽科技政策中央助停企 英文名字是GGV,slag的頻道叫GGV 那本來是一個叫government goes virtual 但解釋我們要GG了,就是GGV 那這樣解釋為什麼叫謙謙傾聽科技政策中央助停企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希望1000人乘1000人 可以處理到百萬的用戶 然後讓外人來協助科技政策 但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小英說政府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所以要謙謙傾聽 那為什麼中央助停企呢? 就是如果政府有我們就是要中央助停企 但其實真實的梗是因為開放文化基金會的辦公室 就要在中央助停企樓上 你找到樓下的時候,那邊的公華商場人就問你說你在找什麼 可能就說如果你第一次在我們辦公室就說我找中央助停企 所以我們開放這個專案就覺得很適合 主事決定是他了 那這個概念是中央助停企做的 中央還是沒有聽到怎麼辦呢? 他最後就變成報名體結器 那這個專案的前身其實是2013年就出現了 那時候叫做鄉民關心您 但是那時候就想要說鄉民常常討論公共體會忘記 然後討論四散在Facebook的PD上 哪以追蹤,最後也沒有行動 那最後這個專案也不知道怎麼行動 就是沒有繼續這樣 但現在2017年到底什麼東西改變了呢? 就是成像起瘋了 就是竟然有人願意給我們一筆錢做這件事情 因為呢國家政府他們現在需要大規模的收集AI跟數位國家科技政策的意見 於是就有一個非常聽不懂在幹嘛的計畫 叫做社會與科技共同平台計畫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這邊拿到了A分項審應之科技科技之審應計畫 那因為是A分項所以有錢 那我們就組成了一個A-Team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六個人有工程師、設計師跟產品經理 那實際上其實只有這樣 因為其他人三個都兼職 只有我這禮拜開始是Fortime 好,那我來講我們要解的問題是 第一個是公民參與的,最後你是沒有公民 我們要怎麼讓公民投入這樣的公民參與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可以讓五十萬人上街 但是你要怎麼讓五十萬人在網路上討論決定事情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只會吵架 然後就沒有結論了 好,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是可以被結構化的 他到政府政策做會議的時候 是可以給政府官員看的報告 或者是大家是可以互相引用討論事情 那最後就是這些人陷上的意見 要納入政策的決策過程之中 好,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醬汁就是在我們現在想到的是 我們可以用ORID的焦點討論法 做快文本的annotation 有點複雜 反正就是可以區分事實感覺 呃,詮釋跟行動 那最後結論就會像這樣 就是你可以在網頁上標記 然後選 然後會整理在旁邊一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用Hypothesis去蓋 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呃,我這套今天要做的事情好了 我們要測試開發剛剛那個 焦點討論法的標記工具 看能不能符合大家公民參與的需求 然後第二個,為了符合政府的KPI 我們要做一個線上社群的協作手冊 讓政府知道 如果想要跟G0P或其他科技社群協作可以做什麼 第三個就是 要討論相參與使用者的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工程師設計師 呃,你有在公民參與場打比讚 然後公務員或是做政策研究的人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